我叫溫宇篤 请多多指教 主要脉络还是从宇篤这个新手开始 然后由他的成长来带领大家认识 就是器官捐赠协调师这个职业 身为协调师最重要的就是 让家属明白器官捐赠是让爱延续 让更多的人获得新生 背得好 谢谢 不是 我不是背的 也许人死了 他就是不见了 但是我认为就是所谓的生命的延续 有很多东西不光是这个人存在 而是他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林太太 移植手术跟一般手术是非常不一样的 一般手术是把坏的东西拿出来 好让人继续活下去 可是移植手术是因为海派大哥的爱心 帮他把好的东西保留下来 可以让更多的人继续活命 所以我在处理这一个戏当中的时候 我会觉得生跟死并没有那么的纠结跟严重 而是说如何让家属去看透 所谓生跟死这件事情 会是更大的一个关键 5月4日起 每周六晚间9点 生死界限员 请锁定公示